播讲糖醋马蹄酥 喜欢我的朋友可以加QQ群 2395-62036 2395-62036 高手过招 争的就是那一朝一夕的时间 有时候一个呼吸间就能让你没命 五位超午上听到林秋九的话 有片刻的闪神 而也就是这片刻的闪神 让他们失了心机 一见 只一见五人同时丧命 你 五人惊恐地睁大眼睛看着萧天耀 怎么也想不明白 他们是怎么死的 他们想要问 可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而很明显 萧天耀没有为他们解惑的打算 轻松解决了五位超午上 萧天耀没有多废话 也没有耽搁时间提剑走了出来 狼眼扫了护送他们的侍卫一眼 很抱歉 你们杀不了我 而他 要把这些人全杀了 人死了 就没有人会去告诉帝国皇帝 他杀死五位超午胜 有多么简单了 小王爷 你 你 护送萧天耀与林初九的侍卫 还想要套套交情 可一想到这三天 他们除了监视林初九与萧天耀 把他们当犯人外 什么也没有做过 就失去了套关系的底气 他们一直把萧天耀和林初九 当成了死人 压根就没有把人看在眼里 却不想真正该死的人是他们 回答他们的是萧天耀冰冷的常见 法王杀人 从不喜欢多说废话 血落在地上 溅起一朵朵雪花 萧天耀看也不看一眼 转身便看到早已收拾好的林初九 走了出来 走吧 萧天耀将剑擦拭干净 握住林初九的手往外走 一战离帝国皇都并不远 可萧天耀当日下手太狠了 明里暗里的监视者 全部被他放倒了 等到帝国皇帝 收到他们离开了的消息 已是一天后 五位朝五上同时战死 死于一剑之下 你这话朕会相信吗 听到手下人汇报的消息 帝国皇帝止不住地冷笑 他相信萧天耀本事不凡 可能不凡到一剑斩伤五位五上吗 他不相信 要不是亲眼所见 汇报消息的人也不相信 可事实摆在面前 容不得他说不 皇上 五位朝五圣的尸体 明日就会送来 皇上 您可以亲眼查看 他真的没有骗人 萧天耀真的一剑斩杀了 五位朝五圣 短短数日 帝国已有八位朝五圣 死在他手上 再折损下去 帝国手中的朝五圣 都要死光了 到时候 别说敌国 就连世家都不会把皇室 放在眼里 这是一个靠势力说话的世界 手上没有足够多的高手 哪怕帝国手中的军队再强悍 也会吃大亏 可是 要不杀死萧天耀 帝国颜面何存 帝国现在正处在两难之地 进不了 亦退不得 他居然 真的一剑斩杀了五位朝五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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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的东文霄王 难怪五圣山那么重视他 原来 他已经强到了这个地步 看样子 那日以一敌三 他还有所保留 话说到这个份上 帝国皇帝还能自欺欺人 那就好笑了 皇上 我们还要继续拘杀 萧尽耀与林初九吗 汇报的人见皇上信了 暗暗松了口气 见识到了萧尽耀的厉害 该不会怪他们 半事不利吧 杀 不惜一切代价 斩杀萧尽耀 当然要杀 如果这次 他们没有派人暗杀萧尽耀 没有跟萧尽耀撕破脸 也许他们还能保持表面的友好 可是 现在不行了 五个朝五圣一死 就算帝国肯放过萧尽耀 萧尽耀也不会放过帝国 萧尽耀不死 他日必是帝国的强敌 是 来人听到皇上的命令 没有一丝迟疑 虽然他并不认为 他们能完成任务 可终归要试一试 萧尽耀在驿战斩杀 五位朝五圣的事 并不是什么隐秘的事 七大世家又有心关注萧尽耀 自然在第一时间知晓了此事 原本还对萧尽耀不满的世家 立刻蔫尽耀不满了 画风突变 果然是年少有位 东文萧王不简单 他有狂妄的本钱 东文萧王 以后 咱们以示好为主 切记不可再刁难于他 林初九 记住 记者血脉的事 绝不可以泄露出去 明白了吗 这是林家 在林家女被萧尽耀丢出来后 林家就知美人计无效 萧尽耀要的不是角色美人 再美的女人不是林初九 对萧尽耀都没用 父亲 放弃吧 我们东阳家得罪不起 一个一剑斩杀五位超五圣的大能 东阳大少看不见 可以知道他父亲此时的心情 萧尽耀一剑斩杀五位超五圣 实在是太震撼了 别说他父亲 就连他也惊住了 这一般精彩绝艳之人 绝不是他们东阳家能惹的 东阳家虽是帝国第一世家 根深夜貌 可他们在乎的东西也多 轻易不敢冒险 可是你的眼睛怎么办 你的眼睛 东阳家主也忌惮萧尽耀 可看到东阳大少的双眼 又不想放弃 他儿子的双眼 恐怕只有林初九 这个记者血脉的人能救 他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去找大皇子吧 我们东阳家可以帮他 只要他帮我们签个线 让我们见一见萧天耀与林初九 之后的我们自己谈 他们家一直在算计 一直在等萧天耀与林初九处在绝境 然后再出手相助 可是萧天耀和林初九太强了 强到不给他们帮忙的机会 他们等了一次又一次 可始终没有机会 现在他也想明白了 要跟萧天耀这样的强者大交道 只能直来直往 你要弯弯绕绕的算计 只会落入下乘 一如大皇子 一如林家 帮大皇子 他已经失去了继承资格 我们帮他 不等于把宝压在空山嘛 东阳家主皱眉 不能理解 也不能接受东阳大少的做法 父亲 大皇子这是以退为进 你解看吧 但一年后 萧天耀一飞冲天 大皇子也会跟着得力 当然 大皇子也会为萧天耀提供帮助 这一点毋庸置疑 有大皇子牵制中央帝国 萧天耀在东门四国做什么 帝国人都管不了 你的意思是 东阳家主眼睛一眯 整个人都惊呆了 东阳大少看不到 可就知道他父亲在想什么 没错 圣元王朝要崛起了 虽然他没有查到 萧尽耀与圣元王朝的关系 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推断 ��이回事 你只是 对呀 这一只第一只 帮人 你崩高的